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 欢迎收看8月3日星期四的开市感浪 我是林梓彤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昨晚收市的情况 看到华尔街股市是个别发展的 苹果公司业绩理想 支持到瓶丝公业平均指数 第一次突破22000点 最高是见过2200036点 苹果是升市的工晨 公司上季业绩好预期 带动股价收市升4.7% 创新高 不过微软、Facebook等科技股偏远 拖累纳指要低收 道指收市升52点 报2200016点 标普500指数收市升1点 2477点 纳指方面收市微跌不够1点 6362点 至于在美国上市的港股 预托证券就是个别发展 汇控的美国预托证券 收市折合港元就是78.4毫 比本港收市跌大约1% 中移动比本港收市升0.11% 中联通方面比本港收市跌0.4% 中人秀方面比本港收市跌0.4% 欧洲股市要全线下跌 倫敦富士100指数收市跌12.7411点 法兰克福DEX数收市跌69.12181点 巴黎Cat指数收市跌19.5107点 看看商品期货方面的情况 国际油价就是上升 美国燃油需求急升 燃油厂产量增加 抵消上星期原油库存跌幅较小的预期 另外 美国能源资料署公布 上星期原油库存减少150万桶 减幅是市场预期一半 不过汽油需求达到创纪录的948万桶 至于纽约旗油收市升了43微仙 报每桶49.59美元 梁敦布兰特旗油收市升了58微仙 报每桶52.36美元 看看金价方面的情况 金价继续在7个星期的高位培会 美元会价跌至15个月的低位 另外美国私人企业上个月的新增职位少过预期 市场就质疑 美国联储局今年剩下的时间再加息的机会 欧约期金收报每桶市是1271.8美元 跌了80美元 至于现货金在每桶市1266美元附近 看看美元会价方面 美元对欧元跌至超过两年半的低位 美国政治前景持终不明朗 有报告就说 美国7月份私人企业新增的职位 17万8千个小个市场预期 另外美国私隆司联邦处备银行的总裁布拉德就说 不支持短期入面加息 认为会影响通胀率达到2%的目标 加上市场都预期 欧洲央行将会加快收紧货币政策 多重因素就是不理美元的汇价 看看最新美元汇价方面 看国库债券资息率方面的情况 新年期债券布2厘2厘2厘6厘 三十年期的债券2厘8厘5厘 今早我们请来Stanley和我们谈谈 Stanley 你好 先讲一下美国方面的情况 昨晚在Facebook上很多人都说 一起见证着导致 突破2万2厘史时刻 那些人经常都说 升市莫股顶 但真的升了很多 现在美股的股值 已经处于历史上较高的一个水平 加上大家都预计 之后全球的流动性会慢慢减少 会不会开始有一些下调的压力 其实很有趣 因为你说昨晚的时间 Facebook上有很多人看着我直播 其实星期一 星期二那天 都已经很多人在看着 不过那天就叫做无公移会 因为最高去过是好像21990这个位置 昨晚终于破了 但是又不意外 因为你看回隔晚的时间 即是再迟一晚的时间 苹果公司出了一个业绩很两例 基本上在当日的盘后加益里 它的升幅都大概6 所以在变相之下 你可以预计在昨晚的时间 就叫做破破22000这个位置 再加上如果你看到其他公司的表现 一些工业股表现的话 其实是不差的 反而这一阵的时间 做得比较差的股份 都真的像你所说 那些是科技类的版法 那些是比较差的 好像你说Facebook Microsoft 这些是比较差的 甚至乎 好像之前的两个比较 叫做两句头 即是Amazon 和这个Alphabet 基本上 它的股价都曾经跌得比较多 不过未试的时间 又叫做它 要回忆 叫做持平收 但是你可以说 整个市况 特别是美国方面 这一转都有一些 叫做强弱互见 还有就是说 我想最主要是 很多公司 对它们的前景看法 有些预期 因为好像你说 平多为例 其实公司 大家可以说 股价强的原因 最主要大家预期了 就是说 你回来这一季的时间 公司之前 对iPhone的大计 其实是没有什么 改变过的 即是合查这个预期 甚至好像今早上 为例 你说Tesla Tesla的业势都是差的 只不过是没有预期那么差的 而且公司的管理层 都说得挺白的 即是说Model 3 基本上都可以说 公司依然有信心 而且公司的足够的钱 即它的储备 可能是 为将来的发展 所以你看Tesla的股价 在发行业绩公布出来之后 其实在我家里里面 曾经升了多少 百分之九 都有一些夸张 但是我相信 美国的行程 当然 在股价上 现在的确是贵的 但是同时 前几次 即是爆煲 那些事件相比的话 现在的股价 都比较低 所以 暂时不要太担心这个情况 但反而你说 有两个变数 存在着 第一 可以说是Donald Trump 之后的发展 其实美股 升上来 又叫做 由Donald Trump 上了场之后 到现在为止 那些升幅 其实不是很小的 如果你纯粹 以回年内的升幅 的话 美股的表现 其实做得不算好 但在星期前 看 Trump上了场之后 其实那段的升幅 其实真的不是很小的 反映到一个现状 就是 大家对于Donald Trump 之前很多的政策 例如说过这些 做一些的憧憬 因为其实有个因素 为什么美股会高呢 最主要就是 因为我前度上 大家预期 这个Donald Trump 可能有个叫企业税 他那里会减少一点 按道理就是说 假设那些企业 那些企业交税的时间 你的盈利自然会多了 这个可以说 有些是pricing了下去 那个叫估值身上 所以 变相之下 虽然怀疑一位 但你预期美股的PE 的话 其实 做得很厉害 就是 但是这个是 纯粹建基于 就是说 Donald Trump的政策 是ok之下 才做得到这个情况 但是假设那些拖鞋 尤其是现在 就是 Donald Trump自己的 特色团队 都真的都乱闹的 就是 每个都会偶爾被炒 那些 就是这样的话 变相很多的政策 很多的措施 是不是真的可以 这么快推出来呢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疑问 所以 现在 美股都要面对着这个 状况 其次就是 始终大家会关注 究竟何时会缩表 加息这个预期 隔晚的时间 你把ADP的数据 没错 是差个预期的 但是 同一时间 它也在 将上个月的数字 为什么不加息 这一样东西 似乎现在大家的变数 都仍然是比较大 因为始终 刚刚提及到 Trump对我 有提到什么 发酵 第二就是 始终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说 见到这一段时间的数据出来 不算是一年多地好 就是你看到 企业的信心 其实 在下跌 所以变相之下 我相信美股的行情 现在会比较 就是大小的方面 不会怎样差 但问题就是 有没有机会 可能再有些 很急劲的上升 暂时 真的可能会见到 好 说完美股 说完港股 昨天又是 再创了26个月高位 不过看到强势股 似乎在高位 都有回吐的压力 是 短线是否会回调一会 之后 才要再冲上去 后市的形势 你看一下有否乐观 其实今天你见到 港股也叫做是 低开了 但是低开完之后 又好像有些叫又跌不下 甚至乎 今天你说下跌的原因 就是 现在那个点数跌 大概是十几点 按照你又不需要跌 因为 今天是回控这个随正 所以如果 别除了这个因素 其实港股也还是比较强 还有我常常教大家 看这件事 就是看什么 就是看腾讯 假设 假设 隔晚的时间 中概股是差的话 腾讯是没理由好的 如果在昨晚的时间 好像百度 阿里巴巴这些 其实那个股价 都跌半之一 有多的 按道理 腾讯低开 又很合理 如果在这个逻辑 是合理的 不过整一下 就好像跌不下 就是你会反映 就是说 似乎港股的形势 真的做得相当不错 所以如果你这样计 的话 点数方面 真的会相当的状况 就是好像跌不下 这样的感觉 但是 怎样都好 经常都说的 就是现在市况 大家估计是可以的 是托着的 但是这些中细价股 好像右边 都还是比较一样的 还有就是说 这一段时间是一个 叫做业绩期 所以大家的关注点 都放在业绩股身上 而今天的重头戏 都是长和 所以你可以说 我相信 你看这一段时间 那个市况 可能会稍为 比较和资源相比 可能那个升势方面 可能稍为会少少 叫做异弱一点 但是 没什么 正如刚刚提到 那些权重股不跌的话 那个点数 很难有些大会的情况 出现 所以 没有了 大家如果说 持有些大价股的话 暂时都估计可以先拿换货 好 马太太 700腾讯 跌了0.3%左右 5号仔会控 跌了0.2% 不过 今天就是随证 要继续这个因素 之后我们又说一下 渣打 渣打昨天出了份业绩 随税前法定日利 就是按年升了8.2% 随税前基本日利 就是按年升了大约9.3% 但是就不派中期息 就是令市场失望 这件事 虽然渣打就说 会考虑 在年底 考虑是否适合再派息 但是 看到昨晚 渣打在伦敦的股价 有急错的情况 跌6% 现在 回到来 港股 跌得多 在伦敦的股价 跌7% 现在 你看 你估计之前 他都不会派中期息 你估计 我估计也不会 但是今次盘数 又怎样看呢 你纯说数字上 不是差 只可以这么说 不是差 但是你可以 亦可以说 其实是预计的 因为事实上 上年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 渣打的业绩 一定是 一定是差的 所以按年 有个比较大的增长 这一件事 其实是预计的 甚至乎 你看回会洪为例 会洪的减值 那边 也是少了很多 这次 这次打 突然出现相同的情况 所以 你认为业绩 很多东西 我认为是预计的 但是 最大的因素 就是 我又不明白 之前大家会觉得 它是派中期息 我真的不明白 因为 其实你想想 公司都 数了一个 重组 调整期 按道理 肯定放多些钱 在袋子 可能一些 发展 部署也好 所以 我认为市场之前的时间 对它 去派的息息 这个预期 有些 是过分地 乐观了 可能我又没有太多 这方面的憧憬 所以 它之前升上来 那一刻 我认为是 升突了 你说现在的 我觉得很正常 真的 但当然 你说年底之前 是否要派息呢 最主要是 在下半年 这段时间 公司重终的情况 是怎样 但是 都真是说真的 你买渣打的话 其实你不是 真的想要收它息的 我觉得你买渣打 是博取借 那样的 业务转圈 而且经常说 那些业务开始做得比较好 你要收息的话 其实换日会控最好 所以 我认为 大家之前 可能有太高的期望 直到今天就比较失望 但是这些位置 你说现在买还是不买呢 我都会建议 如果你想收息 纯收息的话 那一定会控好些 就是渣打 我觉得 不是大家相信中 这样做法 但是渣打 很多人可能在业务之前 做一个部署 买了进去 是 现在业务之后 跌了7% 现在那个部署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 如果你有纯粹炒 即是反弹的 我觉得 今天跌得比较多一点 不过 又这么高 公平一点说 一落下来 你一下 都是去之前 华人区间 这些位置的水平 你说现在这位置 是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水平 你和汇控相比 汇控 都比较硬正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觉得渣打有得 即市的反弹 OK的 但是如果你说 真的好像刚刚提到的 你是要收息的 其实 你已经买回虹 不是买渣打 所以你说 之前的时间 大家有些叫博渣打 收息 即是 發中期息 这一样东西 其实真的不好哭 好啊 现在再看一下 蓝筹股的一些表现 好啊 联通是升幅最大的蓝筹 现在升大约3% 银鱼方面 亦是升大约1% 今天谢谢Stanley 这么详细的分析 有没有持有以上提供的股份 有很多腾讯 Alphabet 还有Amazon 好啊 谢谢Stanley 我们稍后回来 还会有其他的直播环 稍后回来再见 耀才Money Hunter提提你 现货黄金 卖入价1263.49美元 卖出价1263.78美元 现货白银 买入价16.5547美元 卖出价16.507美元 以上资讯由 要才Money Hunter提供 提供